逆向有车子来 完全失控 酒驾 判断力变得很不好 真的很可怕 曾经还有看过一个人 为了耍帅 或是为了刺激 骑摩托车的时候就站着 造成大家的危险这样子 换跑道不打方向灯 谁知道你要往右转还是往左转 我比较受不了马路三宝 是他本身的开车技术没有很好 他又很喜欢逼车 另外就是路边停车的时候 他突然就会把自己的车辆打开 我觉得那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骑车开车 已经到路中间要转弯了 才打灯 我在过马路 明明学绿灯 可是还是会有车 想要经过 我觉得有点危险 比较年长者 他们在过马路的时候 没有在看红绿灯 违规了 然后用道德绑架 叫正常用路人去体谅他 那时候我是租一个机车 然后我不小心走上高速公路 我花了三十分钟的时间 弄明白为什么大家在给我按喇叭 我以为是可能有认出我吗 或者是从打个招呼 听到警察的声音 才发现我是走上高速公路 因为我会被骂死 警察第一个反应就是 你美食就好 我觉得好可爱 我在发我被这种拦下来的话 我会被骂死 所以我觉得台湾警察对我非常好 我还是有被发款 台湾警察也没有对我那么好 有一次我带一个嚎啕大雨中 听红绿灯 突然呢 就被一个很大的东西 想打 直接把我整个人打在地上 起来的时候想说 哇啥 隔壁也就是没有看到车啊 然后就往前看 看到一台货车 它的后门没关 啪啪啪啪啪 然后就走了 非常的奇葩 就是怎么会有人开货车 没有把门关好 去喝酒的时候 然后台湾朋友 大家干杯了后 他还开车回去 在台湾代价这么便宜 我真的受不了 就是我自己 那时候我根本没有考过假照 我那时候想要载女朋友 我不想给她载 加速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控制那个油门 然后我就失去那个方向感 然后逆向有车子来 完全失控 最后一秒差点被撞 因为我转得太突然 几乎是跌倒 然后赶快起来 然后跟我的女友说 宝贝对不起 我就是我先不要骑 还你了 菜市场里面 就有一些婆婆妈妈 她很专心的 左看菜啊 右看肉啊 然后完全没有看 往前面的人 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车子 一直往我这边转过来 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怕 第二个案例 是我在一个暗向 看到一个阿贝 他就是骑一个摩托车过来 你很明显知道 他的眼神没有在看着我 然后本来我在路上 我就唱 Let it go Let it go 他突然靠近我的时候 我就说 I don't care 我就突然大叫 然后那个阿贝 他就是才突然回神过来 把他的车杀住 我们真的差点在路上 就kiss下去了 当时在高速公路上 前方还有一台小客车 那我们想超车 就轻按了一下喇叭 被我们超那台司机 就是在后面开始 故意按我们喇叭 一直开开 开到前面 就看到有一个加油 在想说 我们先在加油站停一下 那个司机跟在我们后面 他也停下来 他下车 然后就从车上拿了一个棒球棍 我们油也不加了 就赶快开车就跑了 我走在路上 有一台围停的那个汽车 为了要闪避它 然后被一台戒严车插撞到 报完之后警察来了 那个围停的人就下来说 车子过来的时候 你行人自己要闪 为什么你没有闪 我带我刚刚考到驾照的朋友 去汽车 有一个没有耗置 闪黄灯的地方 然后我们要左转 他就突然被后面的车顶一下 他一下子就跟我们讲说 天一路滑 小心不要这样直骑车 然后我们就想说 不是吧 我们都已经完全停下来 然后你又突然顶上来 然后他还塞一百块给我们 说 如果叫警察的话 可能你们也要赔我保鲜膜的钱 后来我们还是去报警 我觉得 酒驾的法则太轻 如果是我可以决定的话 一次被抓到 就不让他再开车比较好 在日本的话 法则很严重 如果是酒驾被抓到的话 可能进监狱五年以上 在台湾的话好像是不会进监狱 我觉得太轻了 大家天天在看酒驾 真的也看得很心累啦 我是觉得说只要是酒驾没有造成伤害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让他坐牢 那如果是已经伤害到人了 甚至我们可以判无期徒刑 甚至是死刑 我觉得这样才会有震慑的效果 酒驾的部分啊 我觉得应该要永久吊销 驾照 因为我本身自己在保险业 好几个客户因为酒驾的状况 被别人直接撞死 你打官司之后 对方能赔你多少钱 强制险两百万 第三责任险 对方如果只买个两三百五十 你要再要求更多 对方拍拍屁股跟你说 歪歪歪歪 酒驾撞死人的 结果他肇事逃逸 然后肇事逃逸之后 他的刑责竟然比他当下好好处理 还要轻 弊端就是他逃了之后 他没有抓到酒驾 责任就比较少 罚的也比较少 如果罚的比较重的话 那大家可能就会比较想 留下来处理这件事情 不会说我逃了 我的酒驾就没了 所以你们的呆转区 我相信只有台湾有这件事情 我在国外都没看过 有时候有些台湾人会在路边 自己一个人等 可是地上还是没有 写任何的东西 所以我不懂你们怎么会知道 然后我也会看到很多人 没有在遵守这件事情 所以到底是怎样 没有人跟我解释就是 就是专放的时候有这样 可是我真的很不清楚 我还是觉得如果想要发款 希望路上可以有清楚的牌子 我发现台湾人也不一定会清楚 其实在蛮多案内里面 都会发现 如果是大车跟小车发生车祸的话 通常会是大车的错 那小车跟行人发生车祸 那通常都是小车的错 比如说像骑车的时候 有一个行人突然中间就冲出来 要过马路 其实你当下你是完全反应不减 你撞上去有很大的几率就是 骑车的人是因注意而不会注意 然后被判刑 但其实应该是冲出来的人的错吧 还有一个我觉得在行人上 不合理的法规 就是说行人穿越马路 然后如果你没有走在行穿线上 你是违规的 相比之下像英国啊 开始发展交通规则的时候 他们从来都不会有 针对行人的法则规则的出现 日本是相对比较完善的 驾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点 三到五年呢 必须得回去做 第一个体检 身体会老化嘛 那第二个就是他会去看 这一年你有没有什么违规啊 被举报啊 可以去参考日本 他们还有一个规定蛮特别 就是说你五年内 都没有出过任何事故的话 你的驾照就是会变成黄金驾照 这个黄金驾照 换照的时间可以年限可以变长 可能去买东西啊去停车啊去搭飞机啊 都很会有优惠 所以大家会更遵守这些法规 因为日本的交通规则都很严格 所以大家不但会轻易的方法 像酒驾的话 法则差不多一百万 新加坡来说的话 它就是边形著名嘛 它一边你要躺一个月半左右 你就会完全无法起身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 如果可以引进所谓的酒驾重罚 还有边形 我觉得会起到一定的效果 德国抓的比较严嘛 不会觉得啊 没关系大家都这样 我们就不抓 像如果你在德国喝酒 他们让你测试 如果你超过0005的话 你就会被罚一万八台币 然后一个月不能开车 之后再被抓的话 每次罚的越来越重 甚至要坐牢 新加坡它其实是做的还蛮完善的 而且规定是非常的严 你只要被抓到 你在行车的时候只有手机 出饭的话罚款是一千行笔和台币大概两万三 或者是你要去坐牢半年 那第二次再被抓到的话 那就是两倍 你拿到驾照之后 你买了一台车子 不管是汽车或机车 你还要再付一个COE 就是用车证 那一张证照只有十年 德国的不错 它在高速公路上禁止右边超车 大家就从左边抄我 不会从右边抄我 我只需要注意 左边有没有人要抄我的车就好了 就可能比较不会出车祸 在法国的话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驾照 已经有拿到驾照的成人 背叛十六岁的时候开始开车 十八岁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申请驾照 可以自己开的那个 你考试会比较简单 你已经考好了所有的东西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 很多人会想要做的事情 无论是什么国家 如果大家有在遵守规矩 当然不会有问题的